和一个喜欢的人睡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以下是我最近所总结出来的几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一刻都不想和对方离开 已经与对方发生了依赖感 当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睡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心里面一刻都不想离开你 甚至当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都会叮嘱你早一点回来 因为他一个人害怕孤单寂寞 他想和你每时每刻都睡在一起 所以像这种人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缺乏一种安全感 他们时时刻刻都会依靠着对方 有一天当对方不在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自己周围真的很冷清 同时也会使自己的心情变得很低落 所以像这种人表现出来的 都是真心喜欢你的人 他一刻都不想离开你 每天都想着和你一意外在一起 一旦你离开他 他就会顿时间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感觉不到一丝的温暖 有的时候会压倒对方 比如说对方的头发很长 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多数情侣睡觉的时候 女方的头发都会比较长 当他们两个人睡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不停地发现 女方对男方说 你能不能不要靠我这么近 总是压到我的头发 真的很痛的 你不知道脸香西域吗 于是当男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他们都会往外面去一点 可是几分钟之后 他们又会紧紧地靠着对方 就是不想让对方离开自己 可是女生还是会对他说 你真的又压到我的头发了 可不可以再往外面去一点 其实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 当这个男人表现出来这种行为的时候 就可以真心地看得出他是非常爱着你的 他每天都希望能和你现在这样抱着你安然入睡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有自己的父母才会在我们小的时候抱着我们睡觉 和一个心爱的人睡在一起 你会发现对方总是会在聚集会神地听着你的说话 他从不会打断你的话语 也许在你看来他根本就不是用心地去爱着你 可是你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他就是想像现在这样 平平凡凡地给你待在一起 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你 把你的一举一动都全部记在心里 不管今后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把你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永远都抹不掉 像这种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欣喜 因为在他的心里全部都是你的影子 四 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个早安稳 我们都知道现在处于热恋中的情侣 当他们和对方睡在一起的时候 心情都特别开心 就像吃了蜜一样 然而他们也会因为一些冲动 而使两个人发生之间的性关系 超产生性生活 虽然这种迹象都很普遍 但是如果当你们两个人还没有成为夫妻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 考虑一下自己 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冲动行为 而使自己的后半生感到悔恨 所以现在很多情侣睡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会要求对方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早安稳 这样就可以唤醒正在沉睡的对方 也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男人真的是很有心 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不知道以上这几种感觉 你们都有没有经历过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